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说 俄罗斯有资源有能源 中国世界工厂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 他就说我们中国应该跟俄罗斯进门 我们进门了的话你看我们世界工厂 俄罗斯的话有的是能源资源 这不万事大劫了吗 我觉得我们中国跟俄罗斯只能合作 不能结盟肯定不能结盟 什么叫中国跟俄罗斯结盟的话 我们有这个世界工厂最大规模制造业 俄罗斯有能源资源 我们什么都能做 做出来卖给谁 做出来卖给谁 你最重要的问题你咋忘记了呢 是吧 你做出来得卖给别人 俄罗斯才一个多亿人口 咱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都卖给俄罗斯 俄罗斯才一个多亿人口 他他他他他消费得了吗 肯定消费不了而且俄罗斯也不付是吧 他才一个多亿人口 东西做出来要卖给谁啊 卖给这世界上有钱买单的人对吧 那肯定是要卖给有钱买单的人你不能 他他他他他没钱你怎么卖给他没钱你只能送给他 这个世界上的话哪些国家有钱 大部分有钱的发达国家不都欧洲国家吗 对吧 咱们这货主要是卖给欧美国家的 因为他们有钱买单 对吧 这才是做生意啊 你去 穷的国家你人家没钱你送给他们你你也不愿意啊 对吧 送给他们不成那个 做好事了吗 做慈善了吗 怎么能说是做生意呢 对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中国肯定不能跟俄罗斯接门 为什么 中国如果跟俄罗斯接门那不把欧洲国家都得罪了吗 对吧 因为俄罗斯跟欧洲国家是苦大仇生啊 你这欧冲他都快打半年了是吧 你这还看不出来啊 欧洲国家跟俄罗斯是苦大仇生啊 对吧 而我中国跟俄罗斯去接门那不把欧洲国家也得罪了吗 你跟他们的仇人去去接门的话呢 那不就等于把欧洲国家都得罪了 事实上我们中国跟欧洲国家关系很好啊 有很大一个原因 因为中国跟欧洲远 中国有热爱和平 是吧 中国对欧洲国家的话 没有安全威胁 是吧 中国跟欧洲国家的话 一向有很多贸易往来 对吧 比如我们中国有钱人的话 卖什么车 奔驰 奔驰 宝马 那不都德国制造吗 对吧 你要钱再多你 买劳斯莱斯 法拉利 什么都欧洲国家制造的 我们跟欧洲有很多贸易往来 对吧 就美国的话 他想跟那个中国脱钩 欧洲国家不愿意啊 真脱钩了 我们还买奔驰 宝马嘛 对吧 那热本韩国的车子还便宜呢 这点也挺不错 是吧 一说牌不就那么个道理吗 对吧 就说的话 中国跟欧洲很多贸易往来 因为我们相互之间没有安全威胁 对吧 但是我们的话可以做很多生意 是吧 挺好啊 你中国跟俄罗斯去接门 那不也成欧洲的敌人了吗 脑子呢 我就想问问他们脑子呢 你们的 对吧 中国跟俄罗斯只能合作 不能接门 对吧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话那么多年 不跟俄罗斯接门 就聪明在这里 跟俄罗斯接门就把欧洲国家得罪了 那不中美国圈套了吗 对吧 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啊 也不知道怎么会事情 就是说现在的话 网上有很多网友啊 他们就觉得就是说 亲俄罗斯就没错啊 你要亲美国亲欧洲呢 你就是汉奸 你这叫什么道理啊 俄罗斯是中国吗 俄罗斯也是外国 对吧 我们中国人就要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 对吧 啊 你 你要亲也该亲中国人 你亲外国你 对吧 你这种骑蛇的话 呃 我们 我们国家高层是非常聪明的 非常有智慧 我们跟俄罗斯合作 对吧 合作很好 但是肯定不能接门 对吧 呃 这些年的话 美国把中国当竞争对手 他想跟中国投钩 他想跟中国投钩 但欧洲国家不愿意啊 因为欧洲国家跟中国很多生意往来 对吧 我们觉得欧洲挺好 欧洲也觉得中国挺好 是吧 就说的话 中国如果跟俄罗斯就结门的话 那就麻烦了 对吧 那欧洲 把欧洲国家都得罪了 对吧 啊 这对欧洲也不好 对中国也不好 都明白着的道理 啊 但是网上很多人 有的甚至是大咖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对吧 还拼命的说 拼命的写 你们哪是在做什么好事啊 你是拼命把中国往美国的圈套里面钻 是吧 中国真要跟俄罗斯接门了 把欧洲国家都得罪了 对吧 啊 这个做生意的话 当然得跟有钱的国家去做 当然跟穷人也要做生意 但是的话 你要赚钱赚得更快 赚得更多 那当然得跟有钱国家做 你做 做 跟穷国家 你 你怎么做 你送给他们不能老送了 是吧 你 你 你 他没 无资可投 穷国家 得你投资 是吧 你得多少年收回来 时间长了 这个不确定性就多了 你就乌克兰的话 中国在乌克兰修了很多公路大桥 你看现在都炸了 能不能收回成本都不知道了 是吧 这个就是你 你做生意 你得跟有钱的国家做 对吧 就像你这个 你比如说是卖汽车的话 你得 你得卖给有钱买单的人 他买不起 你 你要卖给他 你要送给他 他都 他 他都养不起 是吧 那你还卖个屁啊 你说本来不就那么点道理 都明摆着的 是吧 都明摆着的那么点道理 就那么些人非要扯淡 也不知道搞什么 啊 啊